这一节我们理解一下如何更好的去使用麦克风去采捷我们的音源 所以你需要更自然更好的音源录制 拍摄中包括在使用麦克风中的一些技巧也是不可缺的一个因素 所以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无线麦克风的一些技巧 那么无线麦克风的话它可以放在任意的地方 但是在放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放在衣服的外侧 这样它的音源会更直接 并且可以放在胸部以上的区域必须靠近演员 你不可能说你的麦克风放在裤子的口袋中 这样你的声音录出来绝对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在固定麦克风的时候可以说去缠绕一下我们的线圈 或者用胶带去固定一下 避免在拍摄的时候碰撞或者是我们这个风速它所带来的一些噪音 当然拍摄途中坚定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到我们这些碰撞还有缠绕还有技巧 我们这边单独说一下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麦克风当你的衣服摩擦麦克风的这个音源的时候 它会出现很强烈的噪声 而且麦克风碰撞身体的时候也会出现噪音 包括呢我们用手去扯这个麦克风的线段也会出现这些噪音 包括摩擦线段都会出现噪音 这些呢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必须呢去把这个音速控制到最低 所以怎么样去隐藏麦克风避免这些噪音的出现 所以首先说一下如果说我们带领带的话 可以直接呢夹在领带的前面作为装饰 或者说呢放在领带的后边 那么放在领带后边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夹在后边 也可以说用胶带的方式缠绕我们的线圈 然后在上边前后呢分别做一个三角形的胶带 这样粘贴起来 避免的衣服碰撞到麦克风的这个头部 避免的麦克风随着衣服的摩擦产生噪音 所以呢又回到前面这三点 避免的摩擦还有碰撞出现了噪音 就是我们在后边固定 当然你也可以说把麦克风直接的从麦克风的下边穿到上边 再从上边穿到麦克风的中间 适当的流出一点点的头部 这样呢也可以去隐藏我们的麦克风 所以这个是领带的一个方式 如果说我们穿衣服的话 那么衣服的方式就非常多了 同样你可以用一个线圈 然后前后固定一下 粘贴在我们这个衣领上 然后可以去隐藏麦克风 也可以说放在胸前 粘贴到衣服上固定一下 同样如果中间有背心的话 也可以粘贴到我们的背心上 或者说如果说你没有背心的话 你可以贴一个胶带 然后粘贴到胶带上 这样的保证它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固定 当然如果说你穿这个T恤的话 T恤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在衣领的边缘上进行固定 另外我们如果说直接固定的话 在拍摄的时候 只拍摄到麦克风以上的去 采用固定机位固定的话 所以这种拍摄的话 在这个头部以上 你就没有必要呢去做隐藏处理了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吊杆的一些技巧 其实吊杆的用法很简单 我们要保持非常近的距离 避免震动和晃动 同时这个吊杆的距离要离演员的嘴部要更近一点 所以说你直接瞄准演员的嘴部 但是说不要呢放在头顶或者说放在头的后边 因为本身你的这个声音呢是要通过麦克风进行传递 所以这个距离呢一定要把控好 如果举的时间过长的话 累了的话 可以休息一下继续再进行这种拍摄 所以避免了麦克风直接呢放在头顶或者是后部 当然在麦克风拍摄的时候 也要避免麦克风它触碰到其他的噪音源 比如说我们放在演员的前面 但是说麦克风的周边有一些其他的发声音源 比如说手机电脑或者是其他音响发出来的声音 都要避免它进行采样 那么不同镜子拍摄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你录制声音的连续性 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房间拍摄 上午拍摄中午拍摄下午拍摄 那么每次拍摄的时候要确保你举的高度 还有你举的这个距离尽可能保持一致 这样录出来的声音呢 它的感觉呢是非常连续的 那么不管是我们在室内拍摄 还是说在户外拍摄 一定要避开这个风速对麦克风的影响 气流对麦克风的影响 同时呢也要避免到我们这个穿帮镜头 避免呢拍摄到我们这个吊杆画图 所以需要更自然的音源录制 就需要呢更好的去尝试 把这些音速呢去避免 最后呢再说一下录制和监听的时候 这两个环节 那早期的时候呢 用我们这个磁带去做录音的话 要考虑的是信号中的噪音 而现在呢我们都是数字录音 数字录音可以很好的去把比较安静的场景 或者说比较喧闹的场景 都可以很好的去把中间的声音进行采集 我们担心的只是说一点点的噪音 只要前面呢遵照我们所说的这些原则 就可以很好的去避免噪音的出现 那么数字录音我们建议呢录制的时候 平均值呢基本上是在-20到-12之间 那么你最大的峰值呢是不可能超过-3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音频仪表上 监视的时候是可以看到的 当你的这个数字达到0dB的时候 声音是非常大的 并且呢可能说会出现爆音 所以我们这个范围呢是介于-20到-12之间 最高呢不要超过-3 其实这个和我们在听音响听音乐的时候呢 是比较相似的 比如说我们的音量最大呢能达到10格 那10格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一直呢都是开到最大 可能说会损坏我们的音响设备 所以说一般说开到8到9 这个呢保留一格的空间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录制的时候呢也是遵照这个原理 可能说你录制的时候 在-12到-3之间还会呢有一段的距离 不会说突然间出现爆音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控制 就是我们在录制环节 那么在监听环节的话 监听环节它分两个方式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音源 单个话筒 不管是相机还是说我们这个吊杆 或者是我们这个领夹话筒 单个音源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呢去用监听耳机去听 所以这边给出了一个标准 我们建议呢用到1K左右 那么测试的这个音量呢用1K 然后是-20左右的分贝去听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要求 其他的一些存在的问题 比如说你吊杆和我们这个领夹一起用的时候 你在监听的时候建议呢去分开去听 所以这个就会涉及到后续的一些忍证方面的操作 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过程中呢会去讲 如何去区分或者说分离我们的音源去听 当然在监听的时候也会呢发现一些问题 不管是同一个镜头还是说不同镜次 那我们都要呢去很好的去标记 避免了后续把这个问题呢遗留 所以一定要在监听的时候去做好标记做好记录 这都是我们对监听的一些简单的标准 包括录制的标准 所以我们不管是做广播还是说做视频做影视 那么标准呢都是固定的 所以依照经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呢去 根据不同的标准去把控不同的设置 那么下一节呢我们开始呢去实际操作 去解决音频中所出现的问题 更好的去把音源进化 通过不同的程序和软件去完成我们对音频的处理